欸那這種通道都是死路的話 我等一下 一走錯就完蛋了欸你知道嗎 直接死給他看 到處都是... 欸那你先辦先辦先辦 哈囉大家好我是尹 今天我們要來玩的是 顏面恐怖的聲 看起來像是一款日本遊戲喔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預覽圖片中 有一個黃色的大龜頭 不要亂講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說明 播放時間取決一個人 是不是有點難啊? 也許大約30分鐘 作者說這款遊戲很難欸怎麼辦? 警告! 這個遊戲有日語和英語的版本 而且我沒有中文哈 遊戲內容我叫高地輝民 他是一名從事銷售工作的宮新竹 今天是一個特殊的節日 所以他想著爬一座他年輕時沉迷的山 這就是我在捲曲森林中的原因 這裡的山很小很少有人知道 簡稱山小 這就是為什麼爬了大約兩個小時 但感覺很奇怪啊 我感覺到背後有多重目光 有人在跟蹤他 在大多數的情形下 應該會發生一些事情 出事已經晚了 還是早點下山吧 列出這個遊戲的特點 恐怖遊戲 森林恐怖遊戲 面對森林恐怖遊戲 三小 簡單來說就是一款烏龜頭恐怖遊戲 哇這個音樂非常非常的大聲 非常非常的音聲啊 感覺就很可怕 我們 欸? 我剛好像看到一個龜頭喔 不要再躲了龜頭 我叫高地輝民啊 是一個從事銷售工作的推銷員 他這裡的介紹就是我們剛唸的 那我就不唸了 直接Space 我們要找到四個睪丸球 最近台灣缺膽丹阿 好不好 我要去哪裡找到膽丹阿 我下面有兩個 所以這種遊戲也是類似那種 Slend Slenderman對不對 Slenderman 我們要找到四顆睪丸就可以逃出去啦 然後他會一直追著我嗎 我們先逃離他的追殺看看 我能夠跑過他吧 好像沒囉 欸來了 我懂了啦 他是會一直追著我的那種類型好不好 不管你跑多遠他都會追到底 他已經掌握我的位置了 所以不管怎麼躲呢都是躲不掉的 各位了解了嗎 我們現在趕緊找球球阿 我們要不要給他抓一次阿 來啦抓一次啦 阿就這樣喔 我還以為他至少會張大嘴巴巴 要吃掉之類的 結果什麼東西都沒有 有點失望阿 這麼大的森林我要怎麼找球球啦 哈 感覺那個作者說的人就是我好不好 起碼我要玩個30分鐘以上 我還是找不到球 那我未看賤才 我應該是找到一兩顆球之後 他會加速對不對 他肯定會加速的 不然這款遊戲真的太簡單了 跑這麼慢 我阿嬤來都跑得過 欸 這是什麼 這裡有個小隧道耶 有個小屑屑 神秘的小巷 為什麼他變成綠色的頭阿 他怎麼變成綠色的烏龜頭了 不對烏龜本來就綠色了 不好意思 來阿烏龜頭 非常破爛的音效 好 借過一下啦 OK 我們已經繞過他了 我們去那個通道底下看看 感覺這裡至少會有一顆 欸 欸 欸 一電 幹我是不是死電了 幹我死電了 幹我死電了 沒事了 沒事了 我們這裡一個儀形換位怎麼樣 來囉 各位看好這個技巧阿 儀形 儀形 我是大便 不好意思我是大便好不好 現在我們知道隧道內有一顆嘛 那不然那一顆我們最後剪好了啦 那不然死路的話我根本逃不出去 是不是 這是什麼 這裡有一顆球耶 看到了 Nice baby 套車的音效不是我們之前玩那個嗎 有一個在小房間有沒有 然後有一個很大隻的那個鬼頭那個 沒錯就是那一款的音效 快走快走快走 祭壇有一個然後這邊有一個 我們還缺兩個 這裡有個牆壁 為什麼這裡會有一座高牆阿 我要跨進去嗎 欸這裡可以進去 水啦,好棒 我們先往左邊走 左邊是死路,水 右邊,右邊有路 完蛋了 我感覺這裡起碼會有一顆龜頭 所以我等一下找到那顆龜頭之後 應該會很難辦事喔 那這種通道都是死路的話 我等一下一走錯就完蛋了 你知道嗎?直接死給他看 到處都去... 先辦先辦先辦 對不起,非常非常的抱歉 差點被那個龜頭嚇死 找到了找到了 我可以走了可以走了 我們現在只要想辦法出去就好了 然後再在... 然後生裡面只要再找到一顆 我就結束了好了 我們那個迷宮裡面的最後撿好不好 因為那邊有太多死路了 我如果在裡面走到死路我直接死掉 所以那個是要最後撿的 我們要先撿其他三顆 祭壇上那顆是最簡單的嘛 然後再來是通道 那問題是還有一顆不知道在哪裡 欸?這邊有一顆 這個祭壇裡面有一顆 好的,讓各位看看我的絕學啊 一型換位 真的,一型換位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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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登 登登... 這一次我們一定可以啊 剛剛是失誤啊 這裡我們只要繞一個大圈 欸,安全 來了 先把他引到這個角落有沒有 先引到這裡然後... 一型 一型...換位 牛逼 欸,我對我自己的操作感到 飛滴飛的靠腰 啊,我洗吧 啊,洗吧 一型換位,一型 欸 綠龜頭來了 白龜頭在這裡 白龜頭在這裡 OK 我們把它聚集到一個點有沒有 很輕鬆,真的很輕鬆 直接一個 繞圈圈戰術啊 先把他們聚集起來 很好 靠 這個時候就是我下去的時候了 再見了各位 我差不多死在這裡了 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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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啊來啊 來啊 兩顆可愛的小烏龜 一型換位 欸 完了,各位怎麼辦 我感覺呢 這款遊戲跟我八字不合 好不好 看起來我是沒辦法通關啦 我要哭了 登登登登 叮咚咚咚咚 欸 這邊還有路走欸 那看起來最後一顆是在這裡喔 對不對 遙遠的深處 有一個小小的烏龜 欸 那這樣我四顆位置都知道了 對不對 我這樣四顆位置全部都被我知道了啊 我是要走哪裡上去 這邊嗎 完了 這裡上不去 欸這裡 欸 對不起啦 然後我們沿著鐵絲網走啊 會找到那個... 通道 好不好 通道 一型換位 牛逼 確實牛逼 希望樓梯那個不要過來 拜託了 我求你了 欸很好 然後我們往這邊走 會看到那個... 黃色小烏龜 然後那個迷宮裡面 我們知道了嘛 只要靠右手邊走就會到了 牆壁在這裡 那祭壇應該是在中間啊 對啊 祭壇應該這個方向啊 唉唷 唉唷 洗把洗把 好多龜頭 然後拿到球之後 往...往這邊走 往下面走 會看到... 唉唷...洗把 完了 我是不是走錯路了 來囉 各位 這一次是正式的要通關囉 小心喔 真的是不能亂走 我們靠右手邊走 一定走得到 只要我不要停 他們就抓不到我 小木子好痠喔 我剛剛是這樣走嘛 對不對 我們就一路靠右手邊 就會到達那個桌子那邊了 可以的 這一次一定沒問題耶 唉唷...洗吧 洗吧 可以了吧 我不會還要逃出去吧 不是應該結束了嗎 我剛剛那個通道口 我也沒有看到任何 可以 這邊是...這邊是死路 我洗... 我死了 各位我已經涼了 各位我涼了 我屁股涼掉了 各位晚安 各位 我覺得我們不要浪費時間了好不好 我剛剛去幫你們看了一下這個故事的結局啊 這個故事的結局呢 就是我們找到四顆球之後 跑到我們一開始拿那個 球的祭壇有沒有 長得很像祭壇的那個 圓圈 進到這邊之後呢 他就會給你一段話 那段話就是說 我逃出去了 但是呢那個究竟是什麼東西 我安全到家了 我要回家了 然後一個問號 什麼意思 所以他最後沒回家嘛 他被永遠的留在這個烏龜頭島啊 逃不出去了 從此變成了一個快樂的烏龜頭 好啦那這款遊戲應該也沒什麼好講評了吧 就是一個很經典的收集東西的遊戲 各位心靈應該也都給這款遊戲 打上一個非常合適的分數了 我個人呢是給他一分 鬥不到好不好 一分鬥不到 好啦沒有啦那個烏龜頭蠻可愛的啊 所以我們給他四分好不好 四分 OK那我們今天這款四分了 來自日本的神級大作 就來到這邊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點讚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